那么现在也是进入了毕业季节 永和区的往西国小举办毕业典礼 欢送毕业生迎接新的学习阶段 装饰校园 代表他们的人生中 另外一个梦想正要开始 今天是我们往西国小 第47届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期许我们的所有往西的孩子 在未来我们能够行君子之道 走无实之路 这就是我在毕业监测 跟同学互相勉励 希望孩子我们不管品性要断正 我们的行为要合移 那也希望能够踏实文件的走往 以后每一步的路 每一个历程 这也是我们今年送给我们小朋友 希望他们在往西六年 能够用梦飞翔展翅高飞 往西国小毕业生演唱歌曲 代表国小六年的学习生活告一段落 即将要进入新的学习旅程 到国中接受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挑战 也感谢学校和家人对于他们的支持 我的同学们陪伴我学习成长 然后我也在这两年参加了 譬如说许多环保比赛 今天在毕业典礼上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师长 帮我们筹备这么重要 这么精彩这么棒的典礼 那我的同学们也陪伴我们 陪伴我成长完成这个毕业典礼 让我顺利从小学毕业 来盼望我 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爸爸也在往西国小 也在往西国小毕业的 我也非常荣幸能和爸爸一起毕业 在以后的时间我也会抽空来 往西国小开望各种师长的 来 谢谢奶奶 老师 妈妈 还有谢谢往西国小的各位师长 还有校长 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的毕业典礼 让我想起在往西国小的点点滴滴 一年级刚入学时候紧张的心情 三四年级认真的表情 和五六年级快乐的生活 这些都非常谢谢这些同学的陪伴 还有老师的照顾 谢谢大家 往西国小为毕业生举办毕业典礼 除了师长和在校学弟妹 依依不舍的心情之外 最希望还是这群孩子 能在学习的路途上 把握更多自我成长的机会 记住师长的丁宁 能够找到自己的展现舞台 中江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